好了,今天這段影片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這段影片我會想說在Integration裡面 關於Trade Goal的收入調訊 在說這部分之前,我們要重溫一下 在我們學過的M2的東西裡面 關於Trade Goal的Integration 這裡我列了十條公式 第一十條公式,你要記住的一件事 就是哪些是我們私業有,哪些是私業沒有的 這十條公式裡面,頭六條是M2的私業有 即是說,其實你是要背了它 這個我也不打算和大家重溫怎樣做 當然第一十條公式,你應該要認識 然後下面這四條是歐斯的 為什麼要列出來呢 就是以前在我讀書的年代,這些東西是要背的 但是這些公式,如果到現在這個M2C Plus 如果它要你用的時候,它通常都會要你剩餘的 或者給你一些牽絲去教你怎樣做 如果你有一點印象,你做過Hard Saber 以前也試過,例如第九個的Insecant 其實也曾經試過,給一個很簡單的一部分 教你怎樣In,然後用這個結果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你最好也是要見過 甚至你是學懂一個Proof 你懂得Proof,到你自己做的時候 起碼你不會太太陌生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好了,我們就先講講這四條式 來到這四條式,我也很簡單講一下 其實這四條式是怎樣做的,原理是甚麼 例如第七個,In tangent 是怎樣做的呢 In tangent x呢 其實是怎樣做的呢 就是首先你把Tang x寫作 Side x over Cos x dx 然後我們就好像把Side x 塞進去 塞進去,即是把照抄 1 over Cos x 然後變成D Cos x D Cos x應該是-Side x 所以前面要加一個符號 所以就是 所以應該是負 Lateral log Cos x 加一個Ax 再加C 你把符號塞進去的話 收到Log入面 就變成了1 over log Cos x 所以就是Lateral log Seq x 加C 也是一句 其實如果M2考試要你做 它會給你一個牽絲 或者它會叫你Prove這件事先 那你的Prove就是這樣做 好了,In tangent 其實原理上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就是把Cotent寫成Cos over sin 不好意思 然後再把Cos 塞進去 就變成1 over sin x 就是D sin x 所以就是Lateral log sin x 加C 那你見過 就算它叫你Prove 也不是一件難的事 那Seq和Coseq 其實也有少許強硬來 以往公開小文 它也會給你一個牽絲 那些是要做一次的 那無所謂 那我就當你憑空做一次 那Seq x 是怎樣in的呢 那就是透過上下乘一塊 很神奇的東西 就是Seq加Tang 上下乘Seq加Tang 那之後呢 就變成 你會發現 就是in sec square x 加Seq x Tang x 再over你份母 照抄上Seq 加Tang x 那就是dx 那你會發現 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原來你d這個sec 就是secant tangent 來的 那d這個tan 就是secant square 那所以exactly 這個就可以變成in 1 over sec x 加Tang x 就d這個secant x 加Tang x 那所以呢 就變成了 lateral log secant x 加Tang x 加C 那我就做完了 那其實in cosecant 也是同一個道理 in cosecant 就是上下乘 這個cosecant 減Cotang 那就可以了 那這個我就不特別做了 或者我寫一寫起手食 那你記住這件事 那你下次做的時候 就記得了 in cosecant x 那cosecant x 減Cotang x over cosecant x 減Cotang x dx 不要緊 那我就做完了 那cosecant square x 減Cosecant x Cotang x over cosecant x 減Cotang x dx 那然後我們發現 因為d cotang d cotang 就是 負Cosecant square x 那d這個cosecant 就是負Cosecant cotang 那所以exactly 這個就變成了 in1over cosecant 減Cotang d這個cosecant 減Cotang 所以就是 lateral log cosecant 減Cotang x 減C 加C 對 那問題是 其實我們就 完全正好這幾條 特別小小的 顏色 再強調 如果你參考考試 看到的話 它應該會叫你 證明或者 叫你去 簡單證明 所以給你結果也不奇怪 所以這個就要記住了 好了 那到真正入正題了 講這個trick的手指標 好 入正題 我們有三種 上樓也教過 分別就是 a²-x² a²-x² 或者x²-a² 這三種情況 通常是連結好 我們說 第一種情況 如果a²-x² 我可以x做 a²-x² 我個人就喜歡 a²-x² 因為你將它變成 dθ 轉換的時候 沒有符號 另外兩個個個案 a²-x² 我簡單解釋一下 發生什麼事 例如 parta的個案 首先 如果你做 a²-x² a²-x² 就變成 開方 a²-a² sin² θ 最後抽出 a²-sin² 所以 a²-sin² 這裏我不太詳細 這裏 另外重點 就是 dx dx 就等於 a²-sin²-sin² dθ 通常你把dx 叫dθ 基本上 就直接 換成這裏 就可以了 同一個道理 為何會有這個 整理呢 就是開方 a²-sin²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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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a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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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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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都是想透過一些Track的Identity 幫我們把根項弄走 這就是原理 接下來我準備了8個的Sample 用這些例子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方法是怎樣使用的 這個實際上我都會放一條連結出來 你可以下載,然後再繼續看 事不宜遲就開始了 由第1條開始 in這個開方1-x2次x over x 你見到根項1-x2次 你就知道這次我們應該把x是1 就直接把x做sine或cos 我喜歡把sine的,因為你的好處是沒有符號 dx就等於cosθ 然後就代下去了 因此所以那就等於INnya1-x2x3 dx就是cosθdθ 然後再下載 即是開方cos2即是cosθ cosθ そしてcosθ cosθdθ 讀 Deshalb視乎你的功力 這部分已經用了我們推出的解決 為了做什麼呢 其實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你也是將cosθ,cosθ,cos2次 cos2次沒有東西可以做的時候 你就唯有想一下什麼 identity 你唯一想到應該就是將它變成1-sine²θ 這些有時候都是靠試的 我都很難說立刻看到怎樣做 有時候都是見步行步 你覺得那個步驟有什麼做到 有什麼公式可以用到 那就是想一下那部分怎樣做 那其實怎樣in呢 你試試拆開它 就變成1-sine²θ 減載²θ dθ 其實這部分就完成了 即是可以做下去了 因為其實這東西 exactly就是cosθ cosθ 前面第一版已經重溫過 是in的 當然你去n2考的時候 它應該會有一部分叫你正了secant 怎樣in 以後才做這一部分 但起碼你記住 起碼去到這一部分 我們是有辦法in的 在概念上 所以就是in cosθ 減sine θ dθ in cosθ in cosθ 剛才說過 就是 lateral log cosθ 都是那一句 它用得的話 它應該有一部分叫你正的 但這就不是我們的討論法 in side就等於 in side θ就是負庫 所以應該是加cosθ 加c 記住這部分 你是未做完的題目的 因爲我們現在本身在in的時候 你是在in dx 所以你現在成為θ 你要把它轉成x 這一個永遠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用三個型去做 我們說 你做了 x是sine θ 那就是sine θ 就是x over 1 x over 1 然後 只剩下一條式 用這個不是定理 就是減x二次方 所以你就用這個三個型 就可以找回 什麼cosecant 什麼cotangent 什麼cosθ 這樣 cosecant 就是1 over side cosecant 是1 over side 1 over side 就本身應該是這個 x除1 那倒轉應該是1除x 所以lateral log 1除x cotangent cotangent 1 over tangent tangent 本身應該是x over 開方1-x square 那一倒轉就是這個 這個 所以 開方1-x square over x cosθ 開方1-x二次 再加c 做完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原理就是這樣做 好了 再下 好了 來到第二條 又是 你一看下去 你已經知道你要做的 trickle substitution 是什麼 今次 我們要做的 trickle substitution 這個 這個 就變成 開方1加 tangent square theta over tangent theta dx就是 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 然後 就會變成 1加tangent 就是secant 然後就變成 secant theta secant theta over tangent theta 就是secant square theta 那應該是secant 三次 theta over tangent theta 用了 tangent theta 下一步 你便要想這個問題 是怎樣in 其實你要問自己的問題 你去到這個步驟 你有什麼可以做 有幾個想法 其實其中一個想法 就是你可以將secant 轉成 alpha cos tangent變成alpha 這是可以的 但問題就是 其實你有時看到一些 如果是高次方的話 通常你會想辦法 就是縮小次方 什麼意思呢 就是例如現在你有三次方 我會想像到 secant三次方 其實就是兩次 乘一次 很多時候我們就 硬去用一些 我們學過trigger identity 變來變去 所以 secant就可以變成 1加tangent square theta secant theta 起碼你把最複雜的 三次方 theta 就弄走 有時候這些都是 就是經驗之彈 我也很難解釋 怎麼做 但是這樣做 就似乎幾乎比較大 我們現在就是落實 試一試 變成secant theta 1加tangent square theta 再overtangent theta 就是 theta 好了 然後就想一下 接著怎樣做 接著你就可以想一想 可以做些什麼 到這個部分 再去拆散它 即是轉回 做些siccos tangent 那些 那些 除tangent 就可以變成 cos overtangent 即是等於cos 再 1overcos theta 1加sic square theta overcos sic square theta 沒有 其實就是純粹把它拆回 然後你看到有個好處 就是 約了一些東西 然後 約了一些東西 就變成了 in 1oversic theta d theta 加in 那 sin約了一個 就是sic theta overcos square theta d theta 這部分 你要留意 其實前面這一塊 是in 的 因為這個 剛才都說過 是等於cos theta cos 我們是in 當然 這條式 沒有叫你背 但是 其實你要知道 至少你知道這一刻 你的cos 是in 好 那剩下那一塊 怎樣in 你要想一想 剩下那一塊 是這個sic theta 除cos square theta 那你要想一想 什麼是sic theta 除cos square theta sic theta 除cos 是tan theta 然後 再多一個優化的sic theta 是等於sec theta 那原來 很perfect的地方 就是前面那塊 是sec theta 我有辦法in 到 後面那塊 原來是tan theta 再成sec theta 那就是什麼 即是in這塊 直接是會等於sec 那就太好了 即是說這塊 就變成 neutral log cosc theta 減tang theta 再加sec theta 再加c 那記住 我們未做完的這一刻 我們還要畫三個形出來 我們畫三個形出來 那我們這次做了什麼呢 我們這次做了 x是tantheta 所以x是over1 那這個就是開方x2加1 那即是要再帶些東西下去 那就時間關係了 那就寫快一點點吧 就等於這個 latron log 開方x2加1 over x 再減1 over x 再加這個 開方x2加1 再加c 那就又做完一條了 好,再下 好,我們有第三條 那我們這隻 我們看到是x2加1 三分二次方 那其實三分二次方 就是等於 跟好了之後再三次方 所以其實都有跟好的 都是用這個tracal solution 去整個跟好 那我這次想到 x應該就是 secant theta 所以dx應該就是 secant theta tantheta d theta 好了,再帶下去了 那x2-1 就應該是 secant theta 跳一跳步驟 那x2-1 就是tantheta 就是tantheta 3 over 2次方 除這個 secant theta 然後dx就變成 secant theta tantheta d theta 好,接著 約約約 應該in完之後 就剩下 tantheta 4次方的 theta 這個部分 有些人會想 接下來可以做些甚麼呢 其實我們想不到 如何in 就留下 想出 identity 去拆開一些東西 你拆開 就想到 tantheta 就應該是 secant square -1 那 c square 如果有人會問 會不會是secant square feta -1 再二次方 其實你問我 你這樣做 我會覺得 你做一定沒有做錯 但這個過程一定是一點 因為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爆 你始終都會出現 一塊 類似secant 四次方的東西 這塊 就是擺成 tantheta 四次方 不會in 所以這塊 不要太貪心 把整個變 而是把tantheta 四次方 拆成二次方 成二次方 即是其中一塊變 即是變成 tantheta 再成 tantheta -1 dtheta 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選擇 好 然後就把它拆開 變成 tanth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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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heta -tantheta -tantheta dtheta 拆開之後 你問這個問題 就是我現在 其實懂得 in 來的 這部份 你要聰明一點 原來 前面這一塊 去到這一刻 其實我們已經懂得 in 因為我們知道 d tangent 就是secant square 即是前面這一塊 可以變成 in tangent square theta d tangent theta 太好了 變成了這一塊 即是這一塊 現在我們懂得 in 下一個步驟就是 in tangent square in tangent 沒有頭緒 in tangent 我懂 in tangent 我懂 二次 不懂 但是我們可以用 addecty 又把它變成 secant square theta dtheta 為何會這樣 in 你的問題就是 原來 這個步驟 你就把它變成 你懂得 in secant square theta exality是tan 剩下就是 in 1 dtheta 所以最後 你就會證到 in tangent square theta with respect to tangent in tangent square theta with respect to tangent theta 這個是tan 三次theta over 3 這個 tan 這個theta 加一個constant 那就做完了 做完這個integration的部分 但是未做完 就是你還要 再將theta 變成x 這次x是secant theta secant 即是1 over cos 即是 應該是x over 1 所以這條就是x square -1 那 時間關係 你又需要 把東西放進去 tantheta 應該是開方x square-1 即是 三分之一 x square-1 3 over 二次方 tantheta 就是開方x square-1 加theta theta 是甚麼 theta 應該是x x 所以x x x 然後 再加 c 對 就做完這部分 好了 有些頭緒 再做 熟人生效 其實我們學的就是怎樣用 選擇一個trickle substitution 其實選擇一個trickle substitution 其實你會發現沒有關係 就是trickle 但是trickle的地方就是變化很大 我也很難一概而論地告訴你 哪種情況是怎樣做 有時都是經驗之談 即是覺得做得多應該是這樣做 再看多一點例子 再看第三 第四個例子 這個情況 我們應該用類似secant的 substitution 但這次留意 因為後面 這次是變成-9 所以我們要記住 我們要希望 x² 應該會等於9 secs² 因為你這樣做 才可以 使用secant二次減1 那條色 所以這次你知道 我們x應該做 3 secs² dθ 所以x就是 x應該是3 secs² 這裡寫多了dθ 在下一個步驟 dx應該是3 secs² tnθ dθ 然後再代替 然後再代替 這個東西 就等於 跳一跳這步驟 9 secs² -9 再做完所有東西 上面 應該變成3 secs² 下面 x二次就是 9 secs² 然後dx就是 3 secs² tnθ dθ 最後這三乘三 和九 剩下了 剩下了什麼呢? 這次剩下了 剩下了 剩下了 tn²θ over secs² dθ 這塊點 in 又是剛才的問題 我都說過 你會用ideality 就是 通常都會用ideality來試試 用ideality 就會變成 secs²θ -1 over secs² dθ in secs²θ dθ in 1 over secs²θ dθ 記住 其實這個步驟 其實你會做到的 因爲 in secs是懂得in 不過 m2不需要你背 但是如果 真的要你做這條 題目 前面的部分 會給你 in secs 或者是正的 in secs 是什麼 好像我第二版 所做的東西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 in到 另外1 over secs 其實 alpha secs 就是cos 即是現在 其實我已經 in到 即是原來 我等於 in secs²θ dθ 再減 in cosθ dθ in secs就是 sin cosθ 最後就是c 然後 記住 還沒做完 我們要每次都要 畫三個型出來 看看發生什麼事 今次的三個型 我們x就 做三個 secs²θ 即是 secs²θ 就是 x over 3 即是說 今次x在這裏 3在這裏 這個就是開方 x2次 即是9 好 先把時間關係 再把時間關係 我就快快手速做好 LetroLog sigenθ 應該是x over 3 再加這個 就是開方 x²-9 over 3 再減 sinθ 應該開方 x²-9 over x 再加 c 又做完一條例子 再下 好 來到第五條 這一題 雖然你看到是開方 4-9x2次 但其實這一隻 跟開方 a²-x² 是同一款 即是你可以透過 Letx做 a¹Φθ 或者a¹Φθ 是處理到的 我剛才也說過 我希望 我比較喜歡 用a¹Φθ 但問題就是 好了 講回這一條 我們其實希望 這個 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希望 如果9x2次 是等於我們的 四個 sinθ 這個情況是最完美的 因為這個情況 你可以抽個四出來 變成 四 1-sinθ 即是四個 sinθ 開方 然後就變成兩個 sinθ 即是言下之 我們希望 x² 是4 9 sinθ 然後 x 就已經是2 3 sinθ 所以這就是 sertation 好了 那待這個sertation下去 會變成甚麼呢 前面就變成了 x三次 x是等於 2 3 sinθ 所以x三次就是 8 27 sinθ 開方 4-9 x² 就變成了 開方 4-4 sinθ 即是 開方 4 sinθ 即是兩個cosθ 然後 dx 這部分 就應該是等於 2 3 cosθ 就是dθ 這就完成了 sertation那部分 sertation那部分 然後 會發生甚麼事呢 再整理好色 整理好色 整理好色之後 應該是 32 over 81的前面 那裡面 就應該剩下 inside三次θ cos²θ dθ 好了 那這塊是怎樣in的呢 這塊是怎樣in的呢 這塊是怎樣in的呢 就 通常我們剛才都說過 其實看到高次方 通常用Idenity將次方縮小 尤其是你看到這個三次方 這就是分裏的兩個做法 要麼你可以將cos²變成1-sides² 但是你變成1-sides² 那你會變成一個sides3 其實你想想 如果你把它變成1-sides²θ 那你就會變成了sides3-θ-sides5-θ 其實都是於時無補的 所以你說呢 我會說這個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麼我們有另一個做法 另一個做法就是 動這個sides3-θ 那三方θ就是把它拆成兩部分 即是sidesθ和sides²θ 這樣就處理 即是說 我把它變成了in-sidesθ 那sides²就是1-cos²θ 再變cos²θ dθ 那你說這個不是一定可以 但起碼你會先做 因為剛才的方法 你會變成sides3-sides²-sides5-θ 你都肯定不能進去 那不如試另一個方法 試另一個方法 試另一個方法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變成了in-sidesθ cos²θ-dθ 減這個sidesθ cos²θ-dθ 這一隻 那這一隻in不in到呢 那就看看你聰明不聰明 其實這一隻我們是in到的 因為我們可以將sidesθ 塞進去 將sidesθ 塞進去 那就變成32 over 81 然後in這個cos²θ 那應該是dcosθ 那前面加回負 然後另外 加 又是同一道理 cos4θθ dcosθ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下一部分我們in到的 32 over 81 incos²θ 會設定cosθ 所以就是-cos3θθ over 3 再加-cos5θθ over 5 再加-c 那 記住了 還未做完的 我們還要畫三個型 不過今次的三個型 就有點複雜了 因為我們今次做個x是2 over 3 sidesθ 那就是 sidesθ 那就是這部分 sidesθ 就是3x over 2 所以 sidesθ 是3x over 2 就是3x 這個是2 那這部分 應該就是開方4-9x2次 再加-2 所以cosθ 應該就是開方4-9x2次 再加-2 的 所以我們還要代替 那 今次我們知道cosθ 應該就是開方4-9x2次 over 2 那即是代替 那即是代替 時限關系 那就做完了 那就應該是-4 over 243 然後就是4-9x2次的3 over 2次 然後再加-1 over 405 那就是4-9x2次的5 over 2次 再加-c 那就做完了 那當然有點複雜 但其實概念也差不多 其實我們學完的sidesθ 之後呢 都要學一下一些trickle的integration方法 那也有一句 很難一確而論的 見招察照 那就再下 好了 來個最後三條 最後三條都是同一種情況 那這三條都是很重要的題目 那我先打一聲 那這一個要做些甚麼呢 1 over x2-4x 其實都是用了trickle的solution 但用之前 我們首先要做 就是competing square 即是甚麼呢 即是說 你要將你的份母 1 over x2-4x 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做了competing square 那應該是x-2的2次 就是-4 dx 那這部份 那這部份 然後怎樣做呢 那我們這一個 原來就可以變成 就是secant square theta 減一個種 即是說 只要我們的solution 是做到x-2的2次 是等於4個secant theta 那就可以了 如果x-2的2次 就是4個secant theta 那就變成了4個secant theta 那就是x-2就是2個secant theta 那就是x-2就是2個secant theta 那就是x就應該是2secant theta 加2 那這就是我們的solution 用來solution 好了 然後呢 即是dx就等於2個secant theta tang theta d theta 好了 那我們繼續做下去了 到底發生甚麼事 那我們做回這一邊 那 in 1 over 先會兒 好 что 你寫一下 好 開方四個secant square theta 減四 即是整整整就變成了 1 over 2 個 tangent theta 這裡我節省一點位置 dx 就是 2 個 secant theta tangent theta md theta 最後約好東西之後 就會約正in secant theta d theta 一開始已經說了 以前就要配 如果現在有些部分會提醒你 但這個其實不是重點 這個重點最大的重點 當然是你要知道它是convening square 然後你要知道 怎樣去想剛才這個secant theta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最重要的地方 然後就加c 記住這個也未做完 而且這個secant theta 比較麻煩 所以你的三個人也會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今次做的就是 x 等於兩個secant theta 加2 即是我們的secant theta 就是x 減2 over 2 即是說我們的三個形 應該是x 減2 這部分時間關係 就是x 減4x 這個就是我們的三個形 你要把它代替下去 即是最後就是latral log c 減2 就是x 減2 over 2 tang theta 就是開方 x 減2 減4x over 2 再加c 那就完成了這個 所以記住這個題目 第一件事一定要做computing square computing square以後 你再想回收取什麼 然後再跟之前的幾條組做下去 就差不多了 再看下一條例子 另一個例子 同樣地 我們要做computing square 我先做了 即是變成x x 減2 over 2 下部分就變成開方 應該就是x加2的2次加1 希望你自己試一試 總之記住要做x 減2就可以了 好了 之後要想個solution 想些什麼呢 我們今次希望就是x加2的2次 如果是等於tang square theta 那就好了 1加tang square就是secant square theta 其實我們希望x加2 就等於tang theta 所以dx就等於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 好了 那現在就可以代替了 讀數到這一邊 等於in x就等於tang theta 減2 over 剛才說了 這個應該是開方 裡面會變成開方1加tang square 即是開方secant square 即是變成 secant theta 後面就是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 弱了之後呢 就變成了in tang theta tang theta 減2 secant theta d theta 那怎樣in呢 很明顯來 承開它 in secant theta tang theta d theta 減2 secant theta 剛才也做過了 secant theta是會in的 另外前面的in secant theta 即是變成secant theta 後面就減兩個in secant theta 加tang theta 就是c 那又是了 我們要做一個複雜的工序 就是找回那三角形出來 今次的三角形就是 tang theta 是x加2 即是 這個theta x加2 over1 這部份就是開方 x square 加4x加5 那再代替下去呢 那就會變成了 secant theta secant theta 就是 優惠cos 那就是 開方 x square 加4x加5 那就減兩個natural log 那先veta就是了 開方x square 加4x加5 再加tang theta tang theta就是x加2 然後再加c 那就完成了 那原理也是很簡單 就是先做了competing square 然後再去判斷你的situation是哪一種 好 再看最後一個例子 最後一個例子 其實同一個道理 你也是要做這個competing square 那今次做competing square 記住我們是in的這個 開方 負x square 加2x 再加3 其實是in開方 負x square 加2x加1 再減1 再加3 dx 那就變成in開方 負x加1的2次 加4 那即是說現在這一種 其實我們是想用哪一種呢 原來都是a2-x2 我們今次希望的situation可以做些甚麼呢 就是希望我們的 如果你的難看的話 我再把它收拾一次 你就明白原來我們是在做這些東西 我們今次希望的situation就是如果x加1是等於x加1是等於4s squarepheta就完美了 即是我們希望x加1是等於2s squarepheta dx等於2cosθdθ 寫過來這邊 x加2次等於4s²θ 再抽入4乘4乘1-s²θ 即是 再經過根號就是2cosθ 就是2cosθ 然後dx亦是2cosθdθ 即是等於4incos²θdθ cos²θ是怎樣in呢? 希望你記得這步情況是用double angle formula去做的 double formula就是我們用double formula cos2θ是2cos²θ-1 用double angle formula去做 即是變成4再in這個 2分之1 1加cos2θdθ 接著繼續做下去 4乘2分之1就是2 所以變成in就是2θ 再加in2cos2θdθ 希望你記得cos2θ是怎樣in的 前面就是in2θ 後面就是2θ 後面的2分之1 就變成2分之1cos2θdθ 就是dθ 希望你記得 所以這部分就是2θ 後面的2和2分之1約了incos2θdθ 就等於sine2θ 加c 記住在最後我們還要畫三個型 但畫三個型前我們還要處理就是sine2θ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把它寫作 兩個sineθ cosθ 再加c 然後現在才畫三個型 畫三個型 這個就是1 這個就是2 我們剩下這部分是開方 負x²-2x加3 所以就把這堆的結果 代替下去 達成第一兩個θ θ是等於什麼呢 就是arx feta就是看這部分 就是arx x加1 over2 再加兩個sineθ cosθ 兩個sineθ cosθ 就是2 sineθ就是x加1over2 cosθ就是開方 負x²-2x加3 再over2 再加c 再約一約 就是兩個arx x加1over2 再加 x加1 乘這個開方 負x²-2x加3 再over2 再加c 那就完成了 一口氣跟大家 重溫了一些 trickle integration trickle distribution 還有做了八個例子 希望幫到大家 另外 這篇文章我都會放上網 大家可以下載 可以看影片之外 約自己試一試做 另外做一些題目 我都 本身要說 但因為這段影片太長了 所以我不打算說太多例子 所以有些 其他例子 我都會放在網絡上 可以給大家做 之後我會再放上網 這段影片希望幫大家 重溫一下 Trickle 的 提供 其實這些題目 在M2來說 可以出 短題目 長途目 當然長途目 可能會給予多一點訊息 或者給予多一點 拍你 例如 如何 如何去 In sequence Integent Content Cotengent 其實全部都要大家 記一記 雖然這篇文章 不用你背 但你自己 見過證據 你解釋的時候 見這些東西 你不會太陌生 做到機會 都會大增 希望 段片幫大家 來吧